花莲纵固连续飙破高温计入 瑞穗五鹤茶区连续26天高温加上缺乏灌溉用水 多数茶园陆续传出茶树严重枯萎 甚至整株死亡的情形 县政府台东茶该厂与相公所农政单位共同倒产勘灾 计划向上提报灾害救助 放眼望去本该是绿油油的茶园 在高温艳阳的铺塞下呈现一片焦黄的巧克力色 甚至有些茶树整住枯死无法生产 严重的旱灾茶浓无语问长天 大概也有到两成左右吧 对因为有一些茶树基本上都已经枯死了 对那变成后续我们就是要再补种 光东粽谷尤其南区玉里卓西以及瑞穗地区 连续飙破高温记录不说 瑞穗五鹤茶区连续20多天高温缺水 现在有许多的茶园陆续传出茶树焦黄枯死的情形 接触农民反映的农会也高度重视 茶叶干掉的话它在影响的部分 就是将来我们的秋茶冬茶的产量都会受到影响 这一次茶园的旱灾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出估将近三到四成的受害面积 也引发上级农政单位的关注 今天上午包括了县政府台东茶改厂以及乡公所农业客 也都特别到场看灾 虽然农水主目前也已将五鹤台地纳入喷灌区 并且也积极建制灌该设施系统 但也缓不济集 现阶段台东茶改厂茶座间自茶谷谷长罗士凯 这呼吁茶农做好浇灌水草生管理等等的相关抗旱措施 降雨过后进行修植逐步恢复查树术室 目前是以比较敏感的品种 比如说大业乌龙 它的干旱情况会会比较严重一点 那其他品种也有发生一些这个干旱或是生长磁质的情况 体质会不会有影响 对他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话 那茶农可能要去做一个 以后降雨之后现在还不能做 降雨之后还要做一个修剪的一个动作 那让茶处重新萌芽 因为胶部的部分一定要修剪掉 五鹤茶区茶园面积将近70多公顷左右 经过农者南卫上午进行茶园和灾会堪后 初步受害面积超过20% 也即刻提报中央载害救助 相公所表示 待公文到所后开始受理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